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主持的功力还是很不错的 1961年 芳芳芳出生于台湾 本名芳芳 因与前辈芳芳同名 遂取一名芳芳芳 她的四姐芳典在华世担任助理导播 有一次 芳典把妹妹的照片放入了明星博里面 也因此让芳芳芳被星探发掘 并介绍给了知名导演丁善喜 19岁时 她便与秦祥林拍的电影《尚未与我》进而出道 后又主演电视剧与主持综艺节目 她的早期形象属于青春玉女 还在歌林唱片发行过两张唱片专辑 之后 她主持了江吉雄与崔长华制作的台式歌唱节目《群星飞跃》 这是她第一次主持常态节目 节目中 她以高雅的形象示人 但却也能以搞笑的形象主持节目 演电视剧 1993年 她因主持台式《玫瑰之夜》 而获得第28届金钟奖电视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而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她 也迎来了自己爱情的春天 29岁那年 她通过相亲 认识经营连锁面包店可颂访的可颂食品董事长丹尼尔 两人相互看对眼后便很快私定终身 并于1993年结婚 婚后三年 她因为怀孕 开始淡出演艺圈 回归家庭 回归到正常的家庭主妇生活 在旁人眼里或许相较轻松 但对她来说 竟是比表演更难的职业 因为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对那时候的她几乎都要重头学起 包括煮饭 招待客人等等 不过 有家人的陪伴也让她越做越得心应手 而当被问到先生有做过让她最感动的事时 她田校表示 从结婚开始 每一年的情人节跟生日都会送我花 更透露 有一年的情人节 先生送了一盆很漂亮的花 但前一晚 两人闹得不是很愉快 不过隔天早上起来 当她看到那盆花的时候 那种感动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当她打电话给先生想要和好时 她说 我感动得都流眼泪了 结果先生也说 我也流眼泪了 正当她以为两人这么有默契时 先生的下一句却是 看到账单 也正是这样又幽默又体贴的个性 才能俘获方方方的心 两人也一起携手走过二十多年的风雨 依然恩爱如初 如今 方方方移居上海多年 因疫情难得在台待超过半年 她接受媒体专访时 分享了自己婚姻之道 透露 向来说话温柔的她和老公吵架竟用传纸条 因为她认为老公口才很好 她一定吵不过对方就写信 还透露 夫妻相处就是老来伴吧 不要求对方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 她很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对于五十岁后的夫妻相处之道 她有个很有趣的比喻 说 表面上当先生是一家之主 但我背后小动作要不断 例如 他常看不惯丹尼尔老气的穿衣风格 便故意为对方添购粉红 鲜黄 嫩绿的短裤 放在衣柜的最上方 至于她看不惯的衣服 则偷偷拿去丢掉 夫妻之间难免意见不合而争执 这点 方方方也有小撇步 她表示 不能顺着对方的逻辑回应 我会故意乱搞 例如 某天清早 她还躺在床上假妹 先生已经起床 叮咛她当日应该要去银行办的事 但她却还是懒懒的 先生就有些不高兴 便会凶她 但方方方不会直接去吵 而是好整以侠的回答 先生 一大早不要那么凶 这样你一整天运气都会不好哦 还有一次 她在海边的家换衣服 忘了拉窗帘 被先生悼念 她立刻机灵回应 反正你又不看 就给外面的人看嘛 久了 先生也就懒得碎念 她表示 自己都乱回话 她讲了也没用 自然吵不起来 她也回忆主持之路透露 一开始其实是因之前拍戏辛苦 甚至得蹲在路边吃便当 有人找她主持 她心想起码不用哭 可以穿漂亮的衣服 她就尝试做了主持 后来才发现主持节目不是那么容易 刚开始跟前辈搭档插不上话 镜头少 努力抢话却不停被梗 好在遇到巴格对方耐心教导 不仅提醒她如何不破梗 还有回家读报纸训练咬字清楚 提醒做晚会跟电视节目 一扬顿挫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 损人家完了还是要圆回来 要厚道 也因为在巴格旁边很放松 她的本性暴露 主持自然好笑有趣 节目收视高 巴格便要她演短剧女丑剧场 挖掘她搞笑的一面 方方方从五度入围经中 两次成功夺奖 首次以节目就在今夜入围时 她兴奋得不行 称自己从小不爱念书 没得过任何奖项 连个全情奖都没有的人 怎么会入围 可惜当时希望落空 隔年再入围 她穿同一套礼服 外加绒毛披肩 喂料毛料让她过敏 又是眼睛痒 又是流鼻涕 被指方方方落选在厕所哭 第三年入围 她索性不去了 就在家煮饭 结果竟意外得奖 巴格赶紧叫她过去领奖 没想到方方方慌论地说 不能去 我那件礼服不能穿三年 她透露 现几乎没有综艺 不熟悉新生代 唯一会看的就是 徐乃琳和曾国成主持的 天才冲冲冲 谈到徐乃琳 当年两人曾一同主持 综艺万花筒 在那之前 徐乃琳比较擅长外景节目 像是百战百胜 方方方直夸她好棒 但也笑说 那时候我绝对试得待她 但她就是不承认 我也不要做她师傅 太老了 住在上海的她 平时叫喜爱看中国综艺 像是此前爆火的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姐 笑说 曾幻想自己去上节目 但一定很快被淘汰 因为她不会跳舞 除此之外 她还说 不少五十岁以后的妈妈 在孩子成年 离家之后 难免感到失落 对于亲子关系 她直言 一定要知道 儿子是帮别人养的 不要期望她未来还会养你 对她而言 孩子大了 放手必然的选择 儿子小时候年 她甚至感情好到 连在车上都一定要手牵手 也常亲亲抱抱 但初中以后 这些甜蜜的小情人回忆 当然就没了 儿子成了一个独立的男人 他也马上学着调适心态 他期许自己 在成年孩子的面前 当个可爱的人 与儿子的见面原则 也很大气 不要唠叨 只管请客 送礼 聊天 越是自由 孩子才越是想回家 当儿子叫了外国女友 曾经问她 妈妈 你会不会不高兴 她说 你喜欢就好了 是她和你交往 又不是跟我交往 甚至 关于华人最难开口的信 她都大方教育 儿子高中时 有次和她逛便利商店时 对柜台摆放着的保险套 感到好奇 她就主动帮她买 并请调先生 教儿子正确的用法 她告诉儿子 妈妈开心看到你交女朋友 因为你可以开始学去爱人 爱他就要保护他 不过她也强调 放手不等于放任 人生该有的原则 还是要交 其他的就让孩子飞吧 据悉 她的儿子 此前前往美国攻读心理系 学校一学期学费要价5万美金 外加生活费 及时速等费用相当可观 大学四年估计学费将破千万 她对于儿子的教育费 从不吝啬苛扣 但在领用钱的部分 依然是有计划的供给 不会宠溺孩子 她提到 老公总是会要求儿子 列出整学期的清单 内容包含住宿费 书籍费等 审查确认后才会汇钱 儿子没有信用卡 只能用现金交易 有时候看他的钱实在太少 还会特地帮他巧立明目 儿子从美国南加大心理系毕业后 大家也好奇地问他 对于儿子未来的规划与打算 当提及是否会培育儿子出道 成为新二代时 他笑答 他中文不好 所以想在美国找工作 他没有当明星的天分 外形也不够特别 还是专心做好现阶段 要做的事吧 他曾半开玩笑跟儿子说 倘若没找到工作 就回来台湾当兵吧 其实儿子的户籍不在台湾 并不需要回台服兵役 但他认为 男孩子就是要多多挑战自我 希望儿子能够在军旅生活当中 经历磨练 即便是替代艺也行 在团体生活中学习 并茁壮成长 此话一出 仰众人笑道 国防不听了 一定很开心 如今 六十岁的方方方 不久前难得出席保养品牌 Formant的20周年记者会 她特别从上海飞回台湾 笑说 为了借你们在隔离期间 非常认真地使用保养品 就连在跟朋友视讯的时候 都没有化妆 面对动灵 以及保养秘方 她表示 一定要提早保养 一千二十岁 觉得有没有保养霉差 觉得自己年轻可以偷懒 不卸妆 但其实到了三十岁 就看得出来差异 什么景闻都跑出来了 所以女人一定要好好保养自己 多贵都要舍得 绝对不要对自己省 至于饮食以及身材管理 她则说 其实没有办法 就是饿 若有重要活动需要出席 至少在前两天前 尽量晚上少吃 有时常常饿得头昏脑胀 她的老公都会叫她赶快去吃饭 她则开玩笑说 不行不行 赶快让自己昏过去就好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还是要追求科学的方法 去帮助自己 如果经常饿肚子的话 就很容易生病 不管怎么样 最后还是要祝愿 他们一家事业上顺顺利利 家庭和方 一与前辈方方同名 取一名方方方 因主持玫瑰之夜 获得第28届金钟奖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出道多年来 她主持节目端庄大气 拍戏认真 有奉献精神 比如在丑女剧场的演出中 有时需要从三层楼上往下跳 她也不用替身 甚至为剧情需要扮作光头演出 不顾形象美丑 所以深受观众和节目主持人的喜爱 全民大剧团经典作品 当岳母赐字时 媳妇是不赞成的 在2016年举行首场演出 剧中精神人物岳母就是由她饰演 一出场即引爆全场 引来观众阵阵掌声 面对甜粉声声呼唤求家场 她坦言 年纪越大 身心负荷越重 尤其是最后那场 儿子与孙子向她败别的戏 让她身心犹如被掏空般 坦诚笑的说的唱的都行 就那场败别戏 那是真的得重新演 观众看了跟着哭 是因为我掏空了自己在演啊 每次喊家演 我总是头皮发麻 想着要怎么才能让观众现场看了值得 每次都用真感情 她自小就与方方有缘 因而很快熟悉起来 当时来看前辈演戏 她说这是自己此生看过最棒的舞台剧 形容每次方方出场时 全场眼光永远只在她一人身上 直言 方姐爆发力太强了 戏里唱歌丹田足 吟诗阴阳顿挫 喜剧节奏拿捏得宜 亲情感人肺腑 我坐台上幻想着 要是选个角色跟方姐对戏 我可能不愿意 因为方姐太棒了 跟她对戏 我真没那个胆子 肯定还得再练练 方方也一起与她最初的相识 称方方方的姐姐是我华氏老同事了 当年她姐姐带她来给我认识 一看还是个小女孩 特别喜欢她 大方又直爽 也因为名字相似度极高 只差一个字 打去说 观众看我们的脸不会认错 但名字老是认不得 方方方则接着说 前几天走在东区 还被个路人拦住问 方小姐 你是不是后天有舞台剧演出啊 笑得她赶紧解释 那是方方姐 我是方方方了 她过去以拍电影为主 但因为电影走向较暴露的写实篇 让她转而到秀场 没想到舞台里观众很近 还被观众呛说 脱衣服 当时主持人装作没听到 没想到有人又喊说 别再说了 脱衣服 让她吓得不敢动 母亲趴在后台目睹了一切 下台后 母女俩抱头痛哭 从此 她对作秀相当反感 埋下了再也不作秀的想法 后来她把重心放在家庭 也甜蜜透露 每年情人节 生日 老公总会送她鲜花 有次两人在情人节前夕吵架 但起床后 仍旧看到一盆美丽的花 她就打给老公想道歉 没想到老公却说 我也流眼泪了 看到账单流泪 据媒体报道 她的老公名叫丹尼尔 是个生意人 当时担任可颂食品集团公司董事长一职 两人于1993年结婚 婚后育有一子 在孩子四岁前 夫妇俩一直在香港居住 2000年因丈夫工作 移居上海 现在60多岁的方方方 过去有最美丽的主持人封号 主持过的节目 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 随夫移居多年的她 虽然鲜少出现在荧幕前 但仍担任 优质声明协会理事长 致力于关怀老艺人 据报道 许久不见的她 今年3月也难得飞台参与活动 只见她保养得宜 肌肤细致透亮 身材也是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 完全看不出已黏过花甲 她也笑说 为了见你们媒体 在隔离期间 非常认真地使用保养品 就连在跟朋友视讯的时候 都没有化妆 提到保养秘诀 她呼吁女性一定要提早保养 2020岁 觉得有没有保养霉差 自己还年轻 可以偷懒 不卸妆 但到了30岁 就可以看出差异 什么颈纹啊都跑出来了 因此护肤品多贵都要舍得 绝对不要对自己省 除了看得到的保养外 她也坦言 女人不管几岁 都应该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身间妻子和妈妈的角色 她深刻体悟到 一个女人是家里的主心轴 只要她快乐开心 全家才会快乐开心 因此要好好照顾自己 永远要把自己放在最优先的顺位 接着她进一步解释道 我会提醒自己别忘了感恩 因为感恩才是快乐的来源 像我现在多事都变得不在乎了 这个年纪如果你还有很多的追求 会很不开心 从年轻时心图顺畅 最后嫁做贵妇 她也被外界视为人生胜利组 被问到 结婚快三十年 和老公如何维系感情 她透露 夫妻相处 其实就是老来伴 笑说自己口茶没有老公好 所以每次都会说不过对方 于是灵机一动 吵架时用血地骂先生 更自认 夫妻的相处 就是把想说的话 在心中先想一遍 想过之后再说 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收获 她很珍惜如今的慢活 且从容不迫的生活 芳芳芳长相优雅漂亮 在外是事业型的女强人 在家是温柔贤惠的好媳妇 经常下厨给丈夫 做各式各样的饭菜 最擅长四川菜跟上海菜 由于婆婆爱西式料理 孝顺的她也会预备墨西哥菜 满足婆婆挑剔的胃 她在录制K歌大明星节目时说 定居上海的她 曾经抽空去美国探望儿子 也去了一趟北欧旅游 当时已经21岁的儿子 正在美国南加大 念心理系三年级 大学四年下来 学杂费加住宿费约花1000万台币 毕业后也没打算回台工作 提到好友徐乃琳在录影时透露 去美国帮小儿子租屋 她表示 儿子是住学校宿舍 但她20年前 在美国比弗利山庄附近置产 当年花台币千万元 买下56平公寓 然后出租至今 自己以前怀孕在那里住 去百户公司买衣服鞋子很方便 不过由于当地房屋税重 所以未来她也不打算把房子卖掉 会一直当包租婆 自从有了孩子 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 将决定对方未来的价值观 因此每一步都必须小心谨慎 而方芳芳在成家后 将心放在教育上 她对于儿子的教育费 从不吝啬苛扣 但在领用钱的部分 依然是有计划的供给 不会宠溺孩子 还透露 老公总是会要求儿子 列出整学期的清单 内容包含住宿费 书籍费等 审查确认后才会汇钱 杰森没有信用卡 只能用现金交易 有时候看她的钱实在太少 还会特地帮她巧利明目 远赴国外念书的杰森 于2018年从美国南加大心理系毕业 当时大家也好奇地问方方方 对儿子的未来的规划与打算 提及是否会培育儿子出道成为新二代 她笑答 儿子中文不好 所以想在美国找工作 他没有当明星的天分 外形也不够特别 还是专心做好现阶段要做的事吧 她曾半开玩笑地跟儿子说 倘若没找到工作 就回来台湾当兵吧 随后又表示 其实儿子的户籍不在台湾 并不需要回台服兵役 但她认为男孩子就是要多多挑战自己 期望儿子能在军旅生活当中经历磨练 即便是替代艺也行 在团体生活中学习并成长茁壮 此话一出也让众人笑道 国防不听了一定很开心 杰森到美国读书期间 由于有亲戚在当地协助 方方方便没有陪同在儿子身边 某次杰森的室友突然想不开 他也急忙致电关心 一路拉把儿子长大成人的他感叹 小孩要长大真不容易 今年 巴狗婴癌离世 与他搭档多年的方方方 人在上海 听到消息后难过地说 我当年跟他做了两档综艺 一档戏 他教我许多事 去年他不舒服我知道 我从台湾回上海 每天帮他抄心金 也跟他联络 过年前通电话 他告诉我 人生很短 但他很幸福 因为这段期间 小孩都回来陪他 包括在加拿大的太太 他是个很好的前辈 一直很照顾我 每次录影结束 他下来都会告诉我 刚才哪里该补 哪里该收 而且教我主持要厚道 不能一直损人 可以损 但最后一定要圆回来 这就像做人 要一直留有余地 这些年 我跟他都半退休了 他进入优质生命协会 做公益 也把我拉进来 人生就是一段一段的 但他在许多段 都是我的导师 他还说 巴格尔在演艺圈人员超好 走到哪儿都是一堆朋友 去年九月 知道巴格尔身体不舒服 当时两人还见过面 后来他回上海 一直跟对方保持联络 对方曾说 人生到此 已经非常幸运了 没有太多的惊涛骇浪 人生中 更多是顺风顺水的 方方方 无疑是幸运的 因为他的事业比较成功 还有爱他的家人 顺利的婚姻 在他的成长之路中 虽然也遭遇过尴尬和曲折 但他还是坚持着熬了过来 通过自己的努力 以及一些前辈的提携 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好 所拍的影视作品 也大受观众的好评和认可 比很多同时期的影星 发展的都要好 而且他自己不光长得好看 还保养得很好 所以总是显得很年轻 再加上结婚多年 一直保持良好的婚姻状态 还有一个高大帅气的儿子 可谓家庭美满 这点上也是令人羡慕不已 祝愿他在今后的日子里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